謝謝主席 有請部長 次長 次長 不好意思 請犯次長 剛臨時趕過來 委員好 次長您好 現在是春雨綿綿的季節 也正好是我搞入的部落 就是現在是 喇忌盛產的季節 喇忌就是見損 雨後春損的意思就是這樣 在這個時候 就是我們阿美族的喇忌盛產季節 市長你也不用緊張 其實沒有要找你去代言 只是說 我們這個名產非常的有名 非常想要邀請 你來到我們的部落去品嘗一下 不過我擔心你來的時候 可能會造成污染 如果要做 要自己開車的話 可不可以 搭個大眾運輸工具來 那部長請問 市長請問一下 如果你明天 要從交通部出發 然後到我的部落 泰巴郎 請問一下 大眾運輸的 這個交通要怎麼做 要怎麼轉 要怎麼接駁 來到我們泰巴郎部落 這個 可能我其實在 稍早前我有報告了 在大眾運輸部分 我們盡量就是把它做好來 但是在Las Mile的部分 我們現在部裡面正在推一個叫做 DRTS的這個 這個等於是轉運了一個 小型的公車 或者是說更小型的中巴這樣 那 這個這一部分 在我們在全省都在推 不過我是想知道就是 我覺得市長可能講話有點 很滋滋烏烏的 那在台灣 其實我們的旅運的轉程 一直沒有辦法 Door to door 那我們用一下 我們的智慧型的系統 人工的智慧型系統 來幫你做一下解答 如果你要來到我們泰巴郎 可能你就要拿著你的手機 滑呀滑呀滑呀 哇 因為我要搭一個比較快的 叫做Buyuma嘛 那你可能上廁所也要滑 辦公也要滑 好不容易 你終於滑到了一個就是 早上8點50分的火車 然後呢很快的 11點30 這非常感謝就是有Buyuma 11點32分 就到我們泰巴郎最近的 火車站叫做光復火車站 很好 到了光復火車站 我看市長你的身體也不錯 你應該是見步如飛呀 你用飛奔的方式衝出去 很可惜 我們的 到泰巴郎的客運 11點30分 就已經離開了 那這樣子你要怎麼辦呢 那我們還是盡量就使用大眾運輸工具嘛 我們從光復火車站 一直到 泰巴郎部落 3公里 你其實走一個小時就可以到了 或者是說 你走到我們 直直走 直直走 走到可能 我們的這個市區有個7-11的地方 晃一下 晃個3個小時 下一班 在2點 半的時候 就有了 那我們當然啊 我們一定會敬兵組之宜 我會把垃圾 熱騰騰的 奉上 可是呢 在這個狀況 我們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在花蓮人 我們當花蓮的時間 要花的時間 可能比美國還多啊 那這一切其實 這個公車的部分 在接駁的部分 可能是 需要次長 你這邊要考慮的一點 那再來 我們 謝謝 謝謝就是說 部落的人盛情的款待 你要回去了 回去好像比較容易一點 我們回去的時候 8點25 有一班車 16點25 有一班車 從太巴朗到光復火車站 是5分鐘 那你其實 6點半就會到光復火車站 但是不好意思 我們的火車 6點26分就走了 那 那你可能 要等到再下一班的火車 就是 6點 4 7點13分 那現在 要跟市長講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在接駁的時候 也很難無縫接軌 這個連個縫都沒有 好再來 我的阿公 92歲 如果 他是住在 我們的 鳳林的 吉拉嘎樣 三星部落 這個部落呢 跟剛剛所說的 光復火車站是不同的線 因為光復火車站是在台9線 我阿公是住在 193線 這個位置 我不曉得市長知不知道這條路 我去過 好 很漂亮 那 我的阿公92歲 他常常需要去門諾開醫生 請問一下 他要搭什麼車過去 那邊我所知道是沒有大眾院所擓 沒有錯 我阿公92歲 他還開車出門 是是是 他92歲還開車出門 我舉這些例子是效忠帶淚啊 這個就是我們東部地區居民所遇到的狀況 這是我們深切的痛苦 這一點也希望次長能夠感受到 你知道我們部落老人 花最多錢的地方是什麼嗎 老人家可能花不了什麼錢 就是計程車費 就是計程車費 因為 第一件事情剛剛說的 沒有公車 像193 第二件事情 即使有公車 在部落也不會有公車站 所有的大眾運輸工具 其實在花蓮地區 是需要中央與地方 還有就是不同民營的交通公司 去做整合的 您率領的三萬五千人的員工當中 可不可以把不同的交通工具的轉成的 這樣的連接 以及偏遠地區不同的使用者 有一套彈性的方式可以輔導 那這一個窗口 請問一下 可不可以幫忙做到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兩個報告 第一個轉身接駁這一部分 我想我們可以協調鐵公路這一部分 就它的時刻的部分 來做一個 盡量做到一個無縫的運輸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像剛才您阿公這個case的話 我所了解的就是 現在衛福部 他們有一個偏鄉地區的民眾 就義的一個補助的辦法 我們也希望說 跟他結合 他可能不只就義啊 他出去吃飯都很困難 是是是 我舉這個例子 就是說衛福部這一部分 他也有助這個工作 那麼次長 有關於就是把不同的交通運 運具轉成街上 以及偏遠地區不同的使用 有一套的方式 可不可以給我一個窗口 沒有問題 因為它涉及了不同 中央到地方不同層級的部分 那可不可以在兩週內 給我一份報告 好 OK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